怎么看台湾民进会对齐的民调赖出从先前的三成六的电话把一次出破四成到四成三的 你自己认为说这是他相关的出访的一个庆祝行情吗 或是说你认为有其他原因吗 我想每一个民调都有不同的解读跟参考 但是以民进党来讲 我们第一个我们推出的候选人有理念 有经验有政绩 而且有他非常清楚的国家意识跟未来对于外交跟国防的立场 我相信这几件事情是民众在选择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会非常坚持的一个要看见的事情 那当然我也必须说在野党这段时间 各在野党这段时间所提出来的一些意见 如果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实质的立场 或者是未来想要带领国家的方向的话 纯粹去做仇恨动员 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对于民众来讲我想还是撑不久的 多数的选民都还是对于国家的未来是有明确的关切 那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要看的是你如何带领这个国家 而不是纯粹只是用仇恨动员 或者是各式各样对于国家的政策 还有国家的立场有模糊 或者是纯粹只是抱怨的方向 那您怎么看对于台湾的民众的比较有吸气象 我想当然台湾的民众对于选举 新的候选人或者是过去不同立场的候选人都会给一些机会 但是我相信包含柯文哲主席他在台北市整整八年的政绩 除了台北市民之外 其他县市的民众也开始逐渐会发现 跟他嘴巴所说的其实并不一样 那再来当然包含一再一再的你会看到柯文哲主席 他不论是艳女的言论 不论是过于精英主义而对于这一个国家多数不同背景 不同的需求的各式各样的族群 他总是会露出他的歧视或者是厌恶 甚至他对于多数的这种全面的政策 他事实上非常缺乏城乡之间应该有的认知等等 都会让民众对于他这边原来有的新鲜感 逐渐感到厌倦 我相信多数的民众都发现他可以做出很多各式各样的评论 各式各样的批评 可是你要他回答问题 你问他说所以你会怎么做的时候 他讲不出一个他想要怎么做这件事情 而民众所需要的政治人物 他名嘴来批评就好了 政治人物要做的是告诉民众说 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 而跟民众讨论这个政策这个做法民众的想法是什么 跟大家所谓政治人物之间的距离如何来做修正或者是讨论 对我想比较所谓这些人权或者是LGBTI的这些议题 台湾在亚洲当然算是相对领先 那其实在过去我们讨论这些议题的时候会发现说 每个国家之间都会有不同的在这些议题上面 都要面对对国内的一些努力 那台湾真的相对是在大家努力之下可以达到这一刻 我们能做到的也尽量就是在 尤其是跨域或者跨国的情侣在国内 跨国的伴侣在台湾内部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但是国际社会之间你还是会出现到 他在我国合法到其他国家不合法 这未来势必还是会衍生相对的一些权力义务甚至财产等等的一些争议 所以也希望相关的伙伴们 台湾还有其他国际上的伙伴是一起来协助尚未能够取得这些人权的国家 来协助他们国家 比方说前一段时间就我了解在东南亚也有一个国家 他有演唱会上面有男男比较亲密动作 最后整个演唱会被取消 像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在国内的这些伙伴 事实上都是跟国际上有比较多接轨 我们一起来跟其他国家合作 让这些朋友们在他们的国家 也能取得相对合法跟人权的部分 是我认为接下来要继续推动的 有关于柯文哲昨天受访的时候说到 他说李登辉总统教过他提到两国论 特殊国与国关系 强调特殊就好 不要强调国与国 您怎么看这样说的 我是建议他不要拿 就是说李登辉前总统 他对于台湾有非常多重要的改革 也对台日关系 或者是台湾跟国际上的关系 做了非常多的琢磨 大家都尊敬李前总统 但是现在他要 这个柯文哲主席要选举 不要拿李前总统出来 自己做他的解读 这样对于李前总统 我认为并不尊敬 有人提到就是说 前一段时间的密兔事件 大家会仔细去看 每一个政党 或每一个相关被指控 或者是相关的当事人 后来怎么面对 以及怎么样去好好的检讨 跟对于这些事情诚恳的道歉 所以也请相关的当事人 不要觉得这件事情 躲过风头过了就好 有没有好好的道歉 有没有诚实的面对 甚至相关的政党 在这一类的事情上面 有没有去做适当的惩处 跟调查 绝对是民众会逐渐 逐渐 民众还是会继续去观察的 不要觉得风头过了 好像就没事了 就可以出来了 我相信台湾社会 不是这么简单的 郭董 郭董 是不是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毁坏宗教的 在中国共产党破四救红卫兵的行动之后 在中国是没有合法的宗教的 在中国宗教是放在它的统战相关部门的 也就是说真的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怎么会觉得 他怎么会说出 解放军要不要来侵略台湾是听妈祖的话 这表示 这是不是 我不晓得 因为其实这个郭董他在中国有做生意 他自己的工厂相对的跟这个中国 尤其是共产党这边 他不是不清楚 他不要觉得台湾民众不知道中国共产党 事实上是毁坏所有宗教的始祖 好吗